在用户本地设备上去保存一些数据 我们可以使用小程序提供的Storage这个接口 每个用户都可以在它的本地设备上去存储时照的数据 我们还是在这个API这个页面去试一下这个接口 这个页面有一个PushMe这个按钮 它的Tab实际的处理的方法叫TabHandler 打开这个页面的主逻辑 在这个TabHandler方法里面 我们可以去试一下Storage这个接口 用一下WX SetStorage 这个方法可以去设置想要保存的那个数据 给它一个对象 添加一个K 设置一下这个数据的名字 比如叫它Name 具体要保存的数据 要放在Data这个属性里面 对应的值是一个字符帅 您好点Net 再添加一个成功的回调Success 然后用一下This的Hello 下面再去定义一下这个方法 在这个Hello方法里面 我们再用一下WX的GetStorage 这个方法可以得到Storage里面的数据 同样给它一个对象参数 添加一个K属性 它的值就是想要得到的那个数据的名字 这里就是Name 这个Name就是我们在上面的TabHandler里面设置的 对应的值就是您好点Net 添加一个成功的回调Success 一个Response参数 这里会有得到的响应 在控制台上面我们可以输出一点东西 Hello 后面再加上Response下面的Data 这个Data属性就是得到的具体的那个数据 就是Storage里面的Name这个属性的值 回到开发者工具 我们可以测试一下 按一下这个PushMe 这样会用SetStorage去设置一条名字是Name的数据 对应的值就是您好点Net 成功以后会调用WX GetStorage去得到名字是Name的数据 你会发现这个控制台上面会输出一个 Hello您好点Net 这个在Storage里面设置还有获取数据用的方法 默认的都是异固的 它们还有一个对应的同步的版本 方法的名字里面会带一个Sink 比如这个SetStorage 它的同步的版本就是SetStorageSink